San還沒有盾地移動 所以沒有盾地移動的話 因為他那個不只盾地移動 他還可以在這個補血上面加速 這邊可以提高 蟑螂盾地後的生命值的再生能力 所以盾地之後呢 補血比較沒那麼快 目前喔 我們看到這邊乾燦蟲就重要啦 這五隻乾燦蟲 那等一下就要看看乾燦蟲的使用了 但是後面也是繼續的不朽 我們這邊先 先抓到四隻 難尼瓦斯要全力 用全力的來趕快回家 後面有不朽啊 那這個時候San包圍起來 哇這四五個漂亮的立場 這個立場 這個立場很漂亮喔 這個立場會讓我們的乾燦蟲 沒有那個距離來做增進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邊做操作 San有機會嗎 San的蟑螂數量 哇 這邊兩邊看起來還蠻 不行蟑螂數量不夠 有不朽在 哇這個時候瞬移上去 這邊蟑螂全部被點掉 那 感染蟲現在是最重要的 因為感染蟲 好 後面有非常多的伊化蟲上來 好伊化蟲上來 然後真菌有沒有 哇沒有真菌 可惜沒有任何真菌喔 好這個這邊如果有真菌的話 這個 南尼瓦應該會很壓力非常大 哇可惜啊可惜了 剛剛打上去的那一波把所有的能量都用掉了 哇 做一個閃線 順移上去 這個操作也是很重要 因為 南尼瓦剛剛在跟這個San這樣子來回交戰的時候 他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San的 呃 感染蟲的 魔力 欸這個怎麼講 能量啊 不是魔力啊 感染蟲用魔力 放魔法嗎 他如果有注意到這個能量的話呢 可以看到這個能量很少 那就大概可以判斷說這個感染蟲有沒有真菌 像這一隻可能就還沒有 對 到這個兩格的都還沒有啦 要到三格 有沒有他上面紫色那條到三格 所以現在做一個真菌 哇但是我們南尼瓦後面 他反應很快馬上就是補上了一堆的狂戰士 好我們後面有更多的蟑螂 好蟑螂被堵住了 但是呢南尼瓦這邊 呃壓力很大壓力很大 可是要是南尼瓦能守住這一波的話呢 南尼瓦是三框的神主喔 好我們這邊丟下更多的受感染的人類 哇這個蟑螂完全被堵在後面啊 這個完全沒有辦法做包夾的動作 沒有辦法做包夾 好這個蟑螂後退了一下 好開始出刺蛇了 好刺蛇這個 呃這個時候應該還蠻能解的 不過 南尼瓦呢 開始出巨像 好這感染蟲現在 這五隻感染蟲在地底下 在哪裡 點不到 好亂喔 好 好我們這個時候呢又起來 哇這是哨兵 可憐哨兵 那感染蟲 呃沒有能量啊 感染蟲這邊沒有能量 好可以看到 好 哇 娜尼瓦 娜尼瓦這個時候的營運 看一下六十五隻的工兵 對SAN是六十二 那麼SAN的三礦已經起來了 四礦剛起來 哇 直接一排工兵 這應該是從主礦拉來的啦 對 不是蓋的 所以 好這邊有派出了一些 小小 小小堆的這個追獵者 哇 要硬點你的 喔 回去了 這個 硬點你的感染蟲 現在這個 拿尼瓦式感染蟲為眼中釘 這個 絕對要 要解除的 那現在SAN呢 人口來到了兩百囉 非常多 這是大量的蟑螂 刺蛇 還有感染蟲 感染蟲的數量也多到一個不行 然後呢 呃 攻防是二一 那 在這邊我們看到 好兩邊交戰了 看一下這邊喔 哇 SAN這裡 沒有辦法做好 做好的包夾 這邊幾個立場下得很漂亮 那麼後面也沒有任何的兵來做包夾 所以 呃 這邊這樣子看起來 哇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追獵者瞬移上去 哇 這個乾 哇 這邊跑不掉了 哇 這邊 虧大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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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這邊已經開始是三隻的巨像 聖影要開始轉成 輔菲了 輔菲現在有看到兩隻 好 又出了六隻輔菲 那麼 要用輔菲來 克這個巨像 好 這個時候呢 呃 要不然的話呢 就有點難喔 那這個時候巨像 一直硬被點掉 但是 巨像要先被點掉 但是巨像被點掉的話 SAN是沒有地面單位來做 呃 剩下的收場啊 那這個 南尼娃在這邊 嘖 哇這樣子打的話 SAN要掉到敗部了 喔 不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呃 最後的追獵者還有 地面還有不朽喔 哇 然後SAN打出了GG 南尼娃呢 取得了2比0的勝利 他也開下了死況 所以 在這邊 營運呢 加上控兵啊 各方面都還蠻猛的 南尼娃之前也是 常常在 一些大比賽呢 打到冠軍喔 或者是打到這個亞軍 所以 南尼娃呢 不能小看 那這個 不能小看 那這個台灣的 也有一些 這個記者呢 稱他為歐洲神帝 那 呃 威爾也是歐洲神帝 就 兩個地也可以 好 那這張地圖呢 呃 這個比賽就到這邊 所以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呢 再來看看還要幹嘛 掰掰